哈喽大家好,我是浩瑋 欢迎来到个股比较这个系列 如果有长期在收看这个频道的人 应该会发现 我蛮喜欢从大家的留言中 去找一些问题来制作影片 那除了比较常见的投资疑问之外 其实个股跟个股之间的选择 也是很多人想要了解的地方 接下来每周六的影片 除了单一个股的分享之外 我也会多谈一些 两档股票之间的差异 以及各自的优势 或是有哪些问题等等 希望可以给有需要的人一点想法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2382的广达 跟2301的广宝科 这两档都算是相当老牌的电子股 只是说哪一档的表现比较好 或是说持有的信心可以是最高的 等一下透过财报数据的对比 大概就可以去判断了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谢谢啦 在开始之前 先来分享一下 本周所要推出的财报整理档案 这次要分享的是 80档的会员关注个股 最新第二季的财报资料 在这份档案里 包含了这80档 近8年跟近8届的财报 另外还有近4年的月营收资料 以及计算合理价的表格 在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之后 使用者可以之前填入ROE跟本益比 就可以计算出股材价 以及合理价 那这份档案主要的指标个股有 台积电 红海 兆风金 联电 中华电 南亚 台数 台化 台泥 神达 联勇 以及雅尼等等 总共80档 取得这份档案的方法很简单 如果你是频道会员的话 可以直接到会员的社群里面去下载 是免费的 之后频道每周也都会持续推出 不同类股的财报整理资料 如果你对财报学习 或计算合理价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哦 在这支影片里面 主要会从几个步骤来进行对比 分别是公司概况 配行能力 财务比率 股东权益 以及资本支出等等 这些都算是比较基本的经营数据 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 会再增加其他大家想要了解的资料 一开始先来了解两间公司的主要业务 两家都是以电子代工起家 广达是PC跟笔电 而光宝科是LED 还有电源供应器为主 以广达去年的营收比重来说 笔电占了46% 伺服器31% 桌机9% 手机跟平板 则各占了5%左右 而光宝科的话 最新一季的营收比重 光电部门20% 自通讯电子52% 云端以及物联网 占了28% 从两间公司的业务组成中 可以看出广达 是以笔电跟伺服器为主 而光宝科 则是以自通讯电子 以及云端跟物联网为主 投资人从这边 也能做个初步的判断 看看哪个产业 比较具有发展的远景 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广达的伺服器 虽然说在全球资料中心 大举扩建的情况下 未来几年的年复合成长率 还有将近7% 但是因为毛利比较低的笔电代工 占比还是高达4成以上 这部分要怎么去降低比重 也是一个值得去观察的地方 而毛利比较高的产品 除了伺服器之外 未来在车用电子 以及智慧医疗 也是公司发展的一大重点 至于光宝科的部分 除了原有的光电相关产品之外 云端物联网 以及车用电子 所占的比重 将会持续提升 这也是公司未来 相当重要的营收成长来源 看起来两间公司 在持续转型的发展之下 都有不错的前景 可以去期待 接下来我们从财报的角度 来看一下两间公司的状况 首先配息能力的部分 两间公司近8年的配息率 平均都在7、8成以上 从数字中可以发现 广达的盈域分配状况 是比光宝科还要好一点 我想这个是跟 笔电的营收占比较高有关 有稳定的收入 再搭配具有成长性的伺服器 可以看到EPS 也是相当的平稳 直到去年 才因为疫情商机 让整个营运 出现爆发性的成长 而光宝科的话 过去8年以来 看起来美股盈域 高低落差起伏蛮大的 这是因为公司这些年来 不断的在转型 过程中也持续处分了不赚钱的事业 不过可以看出公司还是很努力的 在维持配息的稳定性 即使像是2017年 因为认列的资产减损 导致干年度的EPS 只有1.13 但还是很有诚意的 配了2.92块的现金 在连配现金年数的部分 广达已经连续配了29年 而光宝科也有不错的23年 看得出来这两间 都是可以持续稳定获利的公司 在财务比率的话 广达近8年的营收成长了23.9 而在毛利率大幅增加将近4成的帮助之下 营业利益大幅提升了148% 不过在净利的部分 因为营业外收入有减少的比较多 造成净利只多了32.9 至于光宝科 8年的营收减少了26.3 原因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 公司因为转型而陆续处分了赔钱的事业 营收自然就会往下修正 营业费用减少也是相同的道理 不过在经过组织调整之后 可以看到毛利率成长了21.8 净利也提升了一成左右 表示光宝科这几年的转型 还算是成功 这边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毛利的稳定性一直以来 都是自己在选股时观察的重点 建议挑选波动区间不要太大的公司 这对于估价的可参考价值也会比较高 以这两间公司来说 其实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广达的波动程度还是有大了一点 因此用稳定性来看 光宝科的表现还是有稍微好一些 计表的话 第二季跟去年同期相比 两间公司的营收都是衰退的 广达衰退了3.7% 而光宝科则是2.7% 虽然幅度看起来都不大 不过这边要注意的是 两间公司在去年以及今年 都有相当不错的成长 尤其是广达的幅度更大 之前在影片中有提过 对于最近几季或是这一两年的营运好转 必须要小心的去看待 因为现在的好不代表可以一直好下去 就像我今年5月时有谈到广达 当时的估价就是以现况下去估 也就是用3、4月的营收来作为参考 结果接下来连续5个月的营收衰退 直到最近一个月才止住跌市 像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发生在突然变好的公司上面 以广达来讲 因为营收不断的下滑 股价会下跌 估价上自然也会跟着修正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有估价的影片上 都会强调 当有月营收资料或是季报、半年报等财报出来 就必须再对合理加进行评估 而不是估一次就一直用这个价格当标准 这种方式对电子股来说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大家可能会问 有没有可以只看季报或是半年报的公司 这当然是有的 像是一些营收稳定、起伏比较不大的食品股、通路股 或是一些以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股等等 就可以不用紧盯每个月的营收数字 不过实际的状况还是要以每间公司自己为主 接着ROE的部分先来看广达的资料 近8年广达的股本膨胀比率为0 股东权益增加了14.7 而净利成长的幅度则是32.9 看得出来净利是有跟上股东权益 近5年的话股东权益增加了7.6 而净利是成长了32 可以看到广达在中长期的表现 从表面上来看还是相当的不错 只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往下看就会比较清楚了 ROE的话去年因为毛利率大幅提升 因此整体的获利也获得显著的改善 不过可以看到在营业外收入的部分 这8年下来从原本的每年贡献100多亿 到近2年只剩下120亿 最主要就是来自外汇收益的减少 通常以出口为主的企业 都会借由避险来减少可能的汇损 不过也因此容易演变成专职的外汇操作 由于这种投机的异味还是比较浓厚 如果占获利比重达到一定的程度 风险也会随之提升很多 早在之前的人保也是因为出现了大额的汇损 因此就规定旗下的公司不得再操作外汇 这边可以看到2013 14年的外币兑换收益 各自达到50几亿 这个收入已经占了税前净利超过两成以上 这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比重 如果再这样子下去 未来恐怕会有巨额亏损的机会出现 所以接下来几年可以看到 来自兑换收益的数字开始减少 当然这也影响到后续几年的净利 不过我想这个对广达来说是好的 毕竟专注本业才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 至于光宝科的部分 近8年的股本膨胀比率为1 股东权益是-6.4 会出现负值是因为过去几年 公司一直在出售赔钱的事业 包含像是去年跟今年 陆续卖掉了SSD固态硬帖的业务 因此股东权益也从过程中将近800亿 减少到去年的740亿左右 所以即使营收减少 但整体的净利还是可以成长一成左右 这对光宝科来说也是不错的结果 在近5年的部分 股东权益减少了6.5 而净利则是成长了4.9 从中长期的资料来看 在少掉赔钱的业务之后 转型的效益也已经逐渐开始出现 来对比一下广达的状况 单纯从资料上来看 广达的表现看起来的确是优于光宝科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是有加入去年突然变好的数字 如果扣除掉2020年的资料 那么广达事实上 净利还是衰退的 从这边可以知道 大家在看这种数字比较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突然变好的表现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光宝科的状况 熬一的话 近8年的数字 可以说是相对的平稳 不过你也许会说 2014跟17年 数字特别的低 17年甚至只有3.44 这样子怎么会是平稳呢? 首先 通常你看到突然变好或变坏 都会去了解一下真实的原因 以该公司来讲 2017年会这么低 是因为有认列了70亿的资产减损 导致营业外收益 亏了50亿左右 虽然过去几年 一样都有资产减损 但这么大额的数字 并不会是常态 因此真实的ROE 不会只有3.44 再来是2014年 该年度也是认列了比较大额的损失 造成ROE只有7.17 如果把这些非常态度数字还原回去 那么事实上 光宝科的表现 还算是相对平稳 再加上公司 还是处于转型的阶段 有一些波动在所难免 不过我们要看的是 公司真实的状况 用这种价值来估算价格 才会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再来看计表的资料 今年上半年 两间公司跟去年同期相比 营收的部分 广达增加了14.9% 而光宝科 则是多了5.6% 尽力的话 广达成长了77.4% 光宝科 则是成长了74.5% 大家可以针对这个现况 来去估一下预期的ROE 接着来看一下资本支出 跟存货的状况 在年报的资料中可以发现 两间公司一直以来 都维持着不少的支出 不过要是搭配自由现金流来看 可以发现广达 有几年是呈现负值 而光宝科 则是每年都维持正值 代表该公司 在可分配盈余的能力上是比较好的 再来是存货的部分 两间公司的存货走转率 都有下滑的迹象 而平均收货天数 也跟着往上拉高 这些数字 建议可以跟同业做比较 目前看起来 两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后 来看一下近期的股价 并且谈谈哪一档 比较适合投资 可以看到两档股票 在去年疫情之后 都有出现一段不小的涨幅 而最近 也都有回档的走势 广达从今年3月底的高点至今 下跌了18.6% 而光宝科 则是下跌了9.4% 看得出来广达修正的幅度是比较大 我想这个蛮符合 刚才前面我们所看到的 广达的营运稳定性 的确是有差了一点 主要是因为 少了外汇操作的收入 同时尽力 又没有明显的成长 要不是去年因为疫情受惠 股价也不会有翻倍的涨幅 至于光宝科的话 其实从最近五六年的走势图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2015年的时候 光宝科的股价还不到40块 现在是61块 而广达在2015年 股价大概是在78块左右 目前则是在83 若以长期持有的条件来看 我个人 会是比较倾向选择光宝科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档呢 最后 如果大家还有想要了解 两档个股之间的比较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再找时间 来制作影片 以上的资料 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你对财报学习 或计算合理价格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之后我会把广达 以及光宝科的财报档案 下载连结放到会员的社群里面 希望对大家在学习上 会有点帮助 好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 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